郭榮鏗議員 我們是不是很想聽到一個曾經為他貢獻一生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問 What can I still do for you all? 我們經常在電視機上面都見到 有不少的議員談及要求改善中央輪候拆軟社排隊的人數眾多的問題 包括怎樣去增加資源加建更加多遵做的軟社宿位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 這些建議並不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審計處在2014年10月30日發表的第63號報告 自願入住改善買位計劃下的市民 由2009年的7%下降至2014年的5% 每年納稅人要為這些私人軟社白納空租的床位大概有600個 相等於大概每一年5,000萬的開支 可能大家都會問為什麼一千上萬的人輪候入住軟社 但是都會出現大量疾危的情況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 因為自願入住改善買位計劃的人是只有5% 好多的老人家寧願等入住資助軟社 或者一些合約的軟社 都不願意入住一些私人買位的軟社 這個反映了政府放水的施政方向 其實是未必能夠滿足市民真正的需要的選擇 加上根據社署的資料顯示 現在全港軟社入住率是85% 是史無前例這麼高的 大部分據質素的軟社其實都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這個必然會令到長者選擇優質服務的權利減少 很難想像人口老化經常掛在後面的香港 每年的老齡化是大概2.1%增加 但是面對高的租金成本 私人軟社的床位數目 居然可以比上年減少1,600個 當然政府官員會說這個是市場問題 但是如果這個市場問題不能夠配合有效的政策 我相信這個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以下有3點是建議給委員會做一個研究方向的 第一就是研究每年增加買位和資助軟社的比例 不至有過多買位的軟社 令到納稅人百納控租浪費工幣 第二加推3至5幅遠離市區的地皮 輕建大型的軟社 每個選子集中照顧1,000至2,000名的長者 由於是軟離市區 所以它的地價和市價可以以合約的形式 以低廉的租金和一些具質素的不同營運者去合作 進一步開放市場 一方面有效監察安老服務的質素 另一方面也可以解決零宿位的情況 及增加市民選擇的權利 有一點我希望再三提醒委員會的顧問 麻木推出改善買位的數目 其實相反會令市場上面的床位供應量減少 因為根據牌照規定 甲級買位的人享有平均面積10平方米 而普通軟社的人 即入住普通軟社的人有7平方米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